我們今天很榮幸 請到Rubio有八忙之中 可以來跟我們做訪問 他是Glow Travel的創辦人 平時有烏克蘭的美女記者 找他做訪問 所以今天很榮幸 歡迎Rubio 其實一開始 為什麼你想踏足旅遊這個行業 本身完全沒有想過做旅遊 也不是讀一些和旅遊相關的東西 但是自己很喜歡去旅行 還有也是很喜歡去一些很古靈精怪的國家 除此之外也是去旅行期間 也都很喜歡去看一些當地故事 或者一些社會發展 所以慢慢會覺得 其實旅行可不可以有一種方式 除了現在很傳統的那種旅遊團之外 還有另一種方法 所以在幾年前 三年前的時候 就開始做一些所謂深度團 那時候其實是由香港大學開始的 我以前是舊生 所以那時候那個試驗是在港大校園裡面 即是宣傳一些很深度的團 其實第一個團大家可能都沒估到 在哪裡呢 其實它很近香港的 又不是什麼很驚險的地方 新加坡? 不是 再近一點的 澳門? 對澳門 為什麼會找澳門呢 即是香港人一說澳門 通常都會想起 賭錢 或者很美的酒店 但其實我自己去澳門 固然以前都是跟朋友去玩 但法國其實這個地方 有很多東西是一體的 例如它很多古蹟是 其實保留得很好 第二就是整個地方都是用一些葡萄牙文的標誌 但是澳門人是不會說葡萄牙文的 所有東西其實是很正的一個混合 這個地方其實有很多特色 但是為什麼沒有人去發掘這些東西 大家只是去做一些所謂很大老的旅遊景點 還記得那時候14年 那時候我是在工作 那時候我在政府工作 跟我拍檔讀書 我供餘時間去學校宣傳 那就是做一團澳門專門看這一類 也有你拍檔的樣子可以看看 對 這個就是你拍檔 前面那個 我管應該是前面那個 你左邊有 是的 那就是看一些前 就是怎麼說呢 我們找了一些例如土生蒲人 去跟你聊一聊 因為土生蒲人其實是一個很獨特的一種民族 它是以往葡萄牙一種歐亞裔的混血兒 留下也是自己的語言 也去見一些澳門的保育和古蹟人士 那一團其實是沒有什麼人去的 在港大只有10個交易學生去 沒有任何香港學生 因為我想本地人都沒有想過要這樣去澳門 但是慢慢那次就覺得很好玩很過癮 嗯 之後就想做一種的旅遊經歷就是 就是 會不會再深刻一些 或者去別的地方 慢慢就想起北韓 因為我自己大學 最後那年是跟蹤NGO去北韓 那時候就去得很深度 我覺得跟你以往在香港的互聯網 找到的一些網治港的北韓就很不同 那就覺得不如去嘗試做一種北韓的旅遊 慢慢就開始做了所謂的北韓深度遊 就是由那時候開始做到現在 當然當中有很多其他地方都發掘了 那你那時候一開始的澳門團 算不算是你們一開始的Bread Eastern Vision 還是還沒有這個Brand的開始 有啊 那時候是用Essimation 那你後來就再創立了Glow Travel 為什麼會有這個第二個品牌的出生呢 我想主要都是市場的考慮 Glow Travel其實是一個看重 一個比較大眾的市場 Essimation只是大學生 或者教育的一個範疇 但是Glow Travel是一些聖人 或者所謂打工仔都可以去的 沒錯 那你們的創業成本是怎樣的 創業成本高不高 一開始其實不是很多本 因為我們既不是傳統旅行社 就是你要在尖沙座一個地鋪 即做一個鋪圍 所以也不需要一些很多人手 因為開始都是只有我和我朋友 那當然整件事都是Ry on 即是Online的那個宣傳 因為我本身生活費的差別 或者各樣 即是一開始有些隱含的間接成本 這件事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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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以廣義的定義來說 其實你可以說所有的旅行社都是你的對手 因為你最後都是欠人家的時間 即是鬥人家的時間 任何都有產品都是你的對手 甚至其實我們未出現前 本身香港都是去北韓的 即是一些傳統旅行社其實有搞團 那些都是比較直接的 即是一些中國的團還是在香港 會說比較傳統的團 它是香港出發 但去北韓怎樣都要有中國進去 所以情況就是這樣 那你說做我們這種行程去北韓 即是所謂深入交流 那其實是很窄的定義 我覺得暫時是沒有的 所以就看你怎樣去說那個定義 那怎樣突出呢 即是比起其他都叫做一些競爭者 因為我看見一些東都游 他都有一些壞心導遊 但是行程上面和你都應該有些不同 我想一定是行程上 即是說北韓旅遊來說 即是我們自己做到的事 我想是都應該其他沒有人在做的 即是一些所謂和北韓人見面交流 或者去到一些當地人去的地方 而一般人去不到那類 我想其實是沒有人去到的 所謂的產品上你要很好 另一個所謂的Defensation 就是我想是品牌 我想我們的品牌比較跳出 以往給人的感覺 旅行團是很悶很沉 很多走馬漢花 這個品牌也重要的 如果給人的印象 你的品牌是比較年輕 或者是那些團友其實是好玩 其實都是真的 因為我們自己 我都挺意外的 即是我搞了這堂事 其實裏面的人是可以好朋友 即是例如東方星那團 即他們現在都會reuse 即是團友之間都會reuse 即是他們在WhatsApp Group 例如東方星自己在書展 是真的自己留了十多本書給他們 逐個人都送了一些書給他們 簽了名字 那些團友回了美國做事 東方星都有寄給他們 明白 搞得我也很想跟他們一團 即是之前有場球 即是北韓對香港 在香港看 他們約出來一起看 即是其中一個例子 但我們自己 這樣都挺超出我自己的預期 就是真的做了朋友 還有我想知道 其實智利地公司Glow Travel 一開始響起名字 都是靠北韓團 那為什麼其實深度 你有這個題材 其實很多地方都可以做 即是西藏緬甸這些 那為什麼一開始會選北韓呢 我想主要是 覺得 人們以前想起北韓的定格印象 實在是太明顯 即是比較 即是你說起以前的北韓旅遊 要不就覺得沒有聽過 原來可以去的 封閉的國家 封閉的國家 即是去過的人都覺得是假 政府安排 看來看去的那些事情 即是太過是死板 但是如果你在這個位置做一個所謂 disruption 其實就很顯易意見 即是那個深度的定義 就很容易了 所以我們自己也有這個考慮 先選北韓 另外當然有些個人的感受 自己去北韓 大學那次是很深刻的 亦都覺得這個地方是值得大家 有更多的所謂民間交流 去看的 是的 嗯 那說到有跟其他對手的分別 多數都是在行程上 我想問一下你其實怎樣去打破他們的官方行程 去做到一些更深入的行程 主要都是我們這些行程都是跟平洋的partner直接安排 因為以我所知很多香港的良社交北韓 或者大陸的良社交北韓都是經過一些內地的官方代表機構 那他們都比較默守成規 也不太會改變 但我們由第一天開始已經是直接跟北韓人直接去聯絡 你們怎樣可以直接跟他們聯絡 是不是商業機密 那時候我大學的時候跟了外國NGO去北韓 即是認識了那邊的 即是那邊的partner是當地的北韓人 我明白 我們是電郵北韓人去工作 我明白 甚至是微信北韓人 不過那些北韓人是在中國的 不是全部都是在北韓 明白嗎 那有些什麼是打破官方行程的活動 我們有些照片 不如我們看看 嘩這個 很突出 對 這件衣服很漂亮 穿這件衣服就不用撞食 哈哈哈哈 那就是平洋地鐵 一個在平洋很 iconic的一個東西 其中一個打破的東西是 即是我們出現之前 那些人去北韓 每個人都說去平洋乘地鐵 就是乘搭兩個站 甚至有傳說 因為他不想讓你看那麼多東西 所以只塞了你們頭兩個站 還要是第一個車卡 沒有什麼人上 但我們的經歷就不是 就是看到這張照片其實超多北韓人 還有我們搭到五六七個站 那樣 就是看到一些小一點的站 沒有那麼漂亮的站 其實慢慢是打破一些大家的謠言 所謂 就是究竟北韓要你看這些什麼 不准你做 其實這些這樣的計算是自己頂的 很多時候 東方星這件事都有說 就是很多人覺得東方星去北韓很危險 就是開Live做這個 那樣很危險 但是他自己訪問也有說 這些計算是你們定的 其實究竟你有沒有去過北韓呢 你有沒有體驗過那個 跟他們合作工作的過程呢 那你就發現其實他們都不是鐵板一塊 即北韓人不是鐵板一塊 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談 可以說 可以去游說 可以去爭取 即是很不同的那個互動 那時候跟東方星一起去這個團 那時候擔不擔心安全的問題 其實真的沒有問題 因為東方星裡面其實是非常正常的 即是 沒有所謂違規 那 都是那句 即他都是說那句 就是很多事情是我們自己覺得是 覺得他很危險 東方星人這麼瘋 即覺得他會很 即是做一些很 很違規的事情 很違規 那但是 他一來他進去其實非常乖 而且他真人是 東方星人是 很有心度的 即是 可能他自己讀心理學出身 其實他的觀察是挺深刻的 即是我自己跟他在當中有聊天的時候 嗯 那他也留意到很多北韓人的事情 他那件事就 我覺得沒什麼危險性 嗯 明白明白 我看應該還有其他活動的想 那還有什麼打破觀察性活動 例如我們去一些學校交流 我們會去一些語言班 即他們會講英文或者普通話 這是小學來的 中學來的 中學來的 我們有時候會很鼓勵參加者跟他們 聊天聊多些 甚至是給他們一部電話 他們說一下香港的一些情況 即是說一下香港的事情 我們鼓勵參加者盡量分享多些自己的故事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嗯 是一個很人性化的社會 其實是去到最後 那很多東西 原來是有彈性 人性化在哪方面 即是他們一般的人 市民其實都是好像我們這樣 不知道什麼意思呢 就是 即是我們本身幻想他們 可能是很政治化 或者經常都是想領袖 那樣被洗腦 當然你說他們在政見上 意識形態上 沒有得選擇 即是國家的傳媒第一個 但是在日常生活層面 他很多東西跟我們一樣 例如 他們都很想兒子入一間好的學校 在裡面認識的一些朋友 跟我說 他可能擔心 即是覺得自己的工作人工不高 甚至他們男女朋友分手的原因都很相似 即是覺得男生不夠上進 即是女生 那我覺得 其實都是人 即是你都是一個人的社會 都是有一些這樣 日常生活化的 但是當然 都跟我們社會很不同 即是經濟制度 政治制度 人權各樣 但是是否等於一切 這些又不是 而有一些 一個日常生活的層面 那現在這張舞台的表演 又是另一個活動 這個是少年功 其實這個是比較經典 去北韓 即是你 去北韓通常都會去的 其實 那少年功是一樣 共產世界以前一個專屬品 即是 大陸其實現在大家 深圳都是少年功 即如果你有留意的話 那是一樣 給青少年去磨練 身體 即是或者發掘興趣的東西 因為很社會主義 因為它是免費 也是一個很多小朋友表演的地方 大家通常有感受很複雜的 在這個地方 因為很多時候 有些人會覺得 他們很慘 即是很折磨 即是因為要表演 但另外有些人就覺得 其實為什麼你要 假設他們覺得慘 他們其實會不會 因為有些 我來試過帶一些內地的團友去 他們說他們小時候都要做這些表演 即是很搶 小時候就要訓練 做這些事情 但他們說覺得 但他們又覺得 他是不是覺得很慘 其實覺得那時候 又很開心 即是那種集體主義的感覺 那我這件事都想了很久 當然你叫我給一個這樣的童年 我自己應該不太想 但他們自己 一來不認知世界上其他童年是怎樣 二來是 他當下的感覺 是不是所謂慘 其實我們又不能夠去代入 所以這個問題是很複雜 但不韓就是不斷有這樣的思考 我很多事情都沒有答案 坦白說 即是我去了二十幾次 二十幾次 那想知道 可能你的團團的安排行程 是否每一次都不同 還是 隨著我們 我們都做了一段時間 Ego Travel也有一定的規模 即是數回這一年 可能我們都 至少一個月都一至兩團的時候 其實每團 現在大概有六七成的東西都一樣 因為你每次去的人都第一次去 即是你一些很經典的北韓地方 其實你怎樣都要去 其實你基本上有六七成都是一樣 但剩下的那些就會是 例如北韓有不同的節日 北韓有不同的季節的 季節的不同的活動 亦都有一些 我們會安排交流的活動 都不同 甚至我們有時候會去不同區域 即是例如北韓的東北部 我們都會去過 其實我自己看《胡城坊》一本《旅人》的書 我自己很喜歡其中一句 旅行的成果就是發現偏見 有些舊的偏見就被人證成為真理 這就被新證成為新的偏見 我想問一下你其實擔不擔心外界會指你的團 是幫北韓政府去做一些政治宣傳 又或者是幫他們去發展經濟 這裡有兩個問題 如果你說幫不幫他們做政治宣傳 首先要知道究竟他政治宣傳 如果這樣說他好像有一個目的 即是你來他有一個目的的宣傳 但實際上要看這件事是否真的做到 例如北韓很多東西 他的確有很多漂亮的街 也有些車子會走的地方 那是否等於我們作為旅客 就不能夠動色當中的真偽 其實不是的 因為北韓其實是幾破舊的 所有東西都 是幾容易發現的 尤其是我們的團是去得比較深 還有會走多少路在街邊 我們是會發掘到多少 這個城市是很窮的一面 是很容易見到 而我們自己作為主 因為都會去平壤以外的地方 就住平壤裡面都很窮 即是香港也有很多很窮的地方 更何況平壤是一個 全世界其中一個最窮國家裡面的一個大城市 所以我們作為主辦單位 我覺得是守著這個關口 一個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出發前會給大家很多 無論是Glow Travel 還是Extamation學生 當中是會牽涉 可能北韓社會的一些事情 講人權 講政治也都有 想大家去到其實是一個比較 alert的心態 這件事是我們很堅持做的 另外就是 但當然有另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有時東方星有些見聞回來 例如他跟一些 東方星那次勞動節去 去了公園 看到很多北韓人在跳舞 他自己也跳一份 嗯 有些人留言說 你是不是被人洗腦 或者你只是表演最好的面給我看 知不知道那些人在捱苦 但東方星那其實 其實他真的看到這些事情 如果他看到這些事情 反過來是不說的 那是不是有些純粹為了外面政治正確 而隱瞞一些自己看到的北韓的見聞呢 因為我也想知道 譬如說在生意層來講 深導入這個題材 始終都是一個比較小眾的產業 是呀 即是怎樣你們可以維持一個好觀的收入 還有有沒有想著怎樣去擴展現在的生意 首先很高的收入就是看定義 即是就算 李謙而已 即是怎樣高都有人高過你 是的 亦都不會夠Ibank那些高的 嗯 而坦白說 我現在賺的錢都不夠 以前如果留在政府公務員那個人工那麼高的 所以這一刻都不可以說 你是不是為了賺錢 但是你說在一個 business wise 這件事怎樣去所謂deventi 或者怎樣去令到別人購買你的肚子 我覺得是 第一樣是 深導遊的確是很niche的 嗯 香港人我想九成九去旅行 甚至自己老實說 都很多時候想放鬆 或者可能去 要不就陽光海灘 然後去泰國沙巴幾天 要不就可能去北歐看極光那種 尤其是日本老食老粉 其實這是人性來的 我們要求舒適 但是 我覺得當一個社會發達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其實應該追求一種知識上的增值 另一種可能是文化體驗上的不同 這件事就是所謂旅遊市場的空隙 而我們是很高興去進入這個階段 基本上 所以我們就是看盡一個這樣的缺口 當然 但是這樣說 其實很有結果說回來 因為我們當初做 就沒有那麼多市場的研究或努力 其實都是先做的 就是做了一件產品出來才有人去 繼續做其他 例如我們有西藏、荷蘭 荷蘭去赤治諾貝爾核災區 接下來有伊朗 全部都是做了才做 很少說市場研究 然後有多少人會去 就是怎樣選擇的呢 目的地 一來自己想去 二來是 大概有一個方法 其實那個地方不可以 不可以是香港人不熟 例如你一直比賽 其實非洲 例如你怎樣讚給 香港人 有 或者 瓷巴布衛 那些都好 或者索馬利 全部都很比賽 但是他們其實 一來遠又貴一些 二來是 那些人又會覺得不出名 去了也都沒什麼 不夠型 又去你做什麼 那香港人 那北韓這麼巧 你在市場上 是一個很總統的位置 就是 他很出名 每天都想頭條的 都是 近來是 第二就是 他的距離 其實不遠不近 他不是遠到要坐 廣州 但也不是近到廣州 第三就是 他的話題性質太強 是一個近乎 沒有其他國家 所以北韓 為何這麼巧 在香港 我不受歡迎 第二就是 例如西藏 伊朗 都在刺激 一些類似的事情 例如西藏 我覺得很香港人喜歡看美景 還有有一種 都有一種很文化浸淫的感覺 伊朗也是比較出名 伊朗在中東裡面 其實比較安全 你不是敘利亞約客那些 伊朗是相對安全的 我會覺得 當然這樣說也好 結果這樣說回來 因為我們先弄好團 但是 這個圖案也像是這樣 例如反過來 我現在有選擇 可能是 巴布新基內亞 其實香港人連認識也不認識 可能他很exotic 可能又不是很遠 但也不會有人去 所以整件事 一來就很明白 香港的 context 是怎樣 人們對什麼地方有興趣 其實當初你們選北韓團做主打的時候 其實我們想真的也是一個很大的危險 始終北韓這個國家 說真的也有點亂 還有很多新聞 大家也看到 都會影響到部團的人數 是的 其實到現在看回 當然是一個可能是一個對的決定 如果讓你再回去的時候 你會不會 還是很決定 我一定要做北韓 還是會選其他人 我想 第一就是 我覺得北韓實際上 旅遊 我覺得是安全的 旅遊安全 但當然我明白 Perception是另一件事 Perception很危險 是真的 每天新聞 就導彈 有核彈 這個 我們有很多參加者 會問很多問題 是否真的安全危險 我們自己也都把這件事 我們出不出團 也都扣連 例如香港保安局旅遊警示 或者中國旅遊局的安全提示 這個是我們做的事 但如果你說 這個問題是甚麼 還有 即是讓你再回去 剛剛開始開始這個 其實這個也是很 可能我們以前讀BA 其實就完全沒有做過任何 即我們以前讀文學史 沒有做過任何 真是marketing research 或者所謂week analysis 那些事情 可能讀BBA的同學就會容易一些 或者比較的sense 我們是真的做了先的那件事 純粹想做 其實是超級魯莽和衝動的一件事 即是有一個理念 那就可以完成 那還要退休那份工作 其實是很誇張的 是真的誇張 去到溫了一陣 即溫了一年幾兩年 才發現自己當初的費用是可以很大的 嗯 其實現在是幸運 即未死得 即可能遲些會結束 那但是 那個 我們是真的走出來先 那當然 看回頭一定有些事情 可以覺得是計得好些的 又或者如果我現在想著 創第二個business 那我就一定不會這麼衝動的 我覺得我自己已經懂得怎樣去計 或者去看市場的 嗯 那在我那時候幾年前 又覺得 即是又比較年輕 又似乎輸得起的一個步驟 那看回頭 反而覺得好像又是一件好事 因為他幫你走第一步 還有有少少破釜沉舟的感覺 是 即我想愛情和創業都有一個共通點 走回去也有少少衝動 哇 你有些感想 即是別人這樣說而已 所以沒有這麼說 沒有人經歷可以分享 就沒有的 留給你們分享 那我也想知道 其實你之後還想有什麼發展的計劃 我想我們從來都不只是想做北韓 這個也挺肯定 其實到現在我們都做了很多地方 雖然北韓比較出名 例如今年已經去到華蘭 次諾貝爾 其實香港應該是史上首過兩人團去的 應該是首過兩人團去的 次諾貝爾 也都去不同的國家一定是一個方向 即是搞旅遊 但另一個方向就是所謂KOL Tour 即是找一些專家帶隊 即是今次東方星這樣 東方星一個 另外就是 今年其實有張翠蓉帶烏克蘭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知不知道誰是張翠蓉 即是一個 可能你們小一點的 即是我們那年代或大過我那些 會很看他的書 即是講一個 是一個所謂的戰地記者 即是他會去到東歐或中東寫很多書 是挺出名的 也都可能 例如沈六輝 沈六輝 即是他跟我們一起去烏克蘭 其實我們還有其他專家帶隊 不過你們逐個講 未必大家都認識 但這個只是一個方向 即是找一些 是一個賣點 即是找一個專家一起去 另一個呢 就是一個橫向發展 就是地域 即是可能會去台灣 即是開一個branch 那這些都是一些 台灣也是一個深度為主題的 不 是我們去台灣設定 Glow Travel 哦 台灣的市場 對 為什麼台灣呢 其實台灣市場 我想都不算大 比起大陸 但是 那套社交媒體很容易移植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即是你都是用繁體中文 你都是用Facebook那些東西 還有我們自己本身也有一些客人是台灣人來的 即是去北韓 可能有一成 不是很多 一成 但是我們沒有任何在台灣的情況下 都有人來的 就是靠社交媒體 對 純粹社交媒體 所以覺得一個直覺上 而台灣也是去到那個位置 剛才說的那個社會去到一個富裕程度 不是再找多一些物質的 可能是多一些文青的東西 精神上 其實台灣應該是在這樣的狀態 所以台灣是一個想的市場 還有我想想知道 很多時候就算作為一個報團的機客 其實也很可能想知道 在行程安排上面 怎樣在玩樂和體驗之間 拿一個平衡點 其實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因為大家剛才一開始說的澳門團 其實是一個超不平衡的東西 因為那時候我們是書生搞團 其實那個團是超政治的 即是我們去找了一些澳門的政治人物 然後找一些保育專家 但是跟我們去的人是大學生 你也這麼說 所以慢慢發覺 其實我們一開始很鄙視那種主流東西 其實是因為人性是需要的 我去到一個地方旅行 始終都是有時間想賣東西 始終都有時間想可能自由時間走走 始終是想有時住得好些 慢慢久而久之 其實對的 就算在北韓 可能我們會去一個遊樂場 即現在上面那邊那個 就像Rubio那樣很開心 即是除了會去一些很… 是不是旁邊那個是當地人 北韓人來的 即是除了會去 即是去北韓 除了會去看一些很認真嚴肅的 一些博物館 或者圍體 即是可以看到今天成今正日圍體 一個很嚴肅的地方 之外也都會有一些比較開心一點的 還有也都會有些買東西的時間 即是這些都是地人會去玩的 其實這個地方也是我們轉去 比較特別地去 因為一般的團員都是去不到的 因為他們只是開放給地區 所以… 其實怎樣平衡 我實說現在都在找 例如剛剛烏克蘭團結束 我們每餐安排得太好 因為吃得太好 因為東歐人吃東西 一定要吃完整個程度 每次吃兩小時 其實是很好吃很多東西 但最後真的太好 其實反而有些… 有期望就不會落差 是應該說他們反而有些想 有一兩餐是逛逛街 去自己去碰一下 即是旅遊體驗 從來都是一樣很難去量化的東西 是很難去取平衡 但我們正在學習 即是不斷地改進 怎樣去做一個好的體驗 其實是一個藝術理 的確是一個藝術理 那也是有一些 是跟當地學生的交流 對嗎? 像這張照片一樣 是啊 這張照片其實那時候是兩年前 那時候挺特別 因為你裡面唱 《海闊天空》 那時候也有被媒體報導過 是啊 我看過那段影片 即是現在網上都還有一題 對啊 因為對面北韓人唱一些北韓的歌 那我們香港人整班 就不知道唱什麼歌 即是你不會唱國歌 那就是《海闊天空》 就是一個很容易大家香港人 覺得代表香港的首歌 這位挺有趣的 那我們回到這裡 剛才你有說過 就是會有一些KOL大團 又或者是有一些你會延伸去其他國家 即會延伸去台灣 也知道你們有一些主題的團 是不是? 是啊 是 是不是有些馬拉松的旅行團 或者是一些 你是不是樂田耕種的團 也有 例如平洋的馬拉松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活動 今年4月才帶過 我也很想去的 才帶過80多個香港人去馬拉松 另外可能會去北韓看播 因為香港就是北韓 就是北韓 明年3月 這一類 或是北韓建築團 北韓電影團 這一類 嗯 那 反過來不是北韓 我們正在計劃 找韓國專家中樂偉 去南韓看光州事件 這個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光州事件是南韓一個 民主化運動很重要的一件事 這一類也有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題目可以選擇 可以做 由體育 跑步 到政治 到體驗 玩樂 或者獵棋 就是很多選擇 嗯 我想作為今集 最後一個總結 都想知道在你創業的過程中 最大的得失是甚麼 嗯 嗯 你覺得呢 如果你這樣問這個問題 你就這樣本身 我想應該中間已經有很多的碰撞了 那些經歷可能會 觀眾都想知道一知道 如何解決 如何超過 你作為老闆都要用很多時間 你又要分配自己的時間 私人生活 你又少一些時間 適合新朋友 那就少一些時間了 那這些會不會都是你創業的 可能本身混合 原來創業是跟之前可能政府做的那個氛圍是這麼不同的時間 分配上 我想 我覺得現在 始終在那個過程裡面 我還沒很快 總結到一些事情 即是還沒那麼快 總結到我失去了 我覺得 我總括 總括 是挺享受的過程 那這個我想是最大的得 即是得是很多的 也都這一刻這樣說 這一刻覺得 即是得多過實的 嗯 也都是 例如 我整個生活是不同了 即是 即是你如果上班 以前是政府 是很 很 很 沒有motivation 還有 是真的 那種框架是很 很嚴謹 即是例如你 你每天下班時間是這樣 即是上頭叫你做一些事情 你一定要做 嗯 你其實只剩下很少很少時間 去想一些你想做的事情 因為每天下班你會很累 你亦都是 拿不到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現在是 你可以 看到哪裡你想做的事情 或者有機會 你就可以去試 其實那個 那個 任何事情的潛力 都可以跟你有關 我覺得有一件事 以前上班是很 不開心的 就是 你無論 即是 例如你上網見到一篇文 是說你人生 怎樣怎樣 或者做些什麼 其實跟你都沒有關係 因為其實政府做了你一輩子 你已經知道這條道路是怎樣 什麼時候 賣樓 拿後星阿拉 運輸 什麼時候 賣生仔 但是 現在是覺得 什麼都可以去試 那個感覺也是好的 但當然 現在可能只是年少輕狂 可能幾年後就覺得 哎呀 失去了很多事情 很不穩定 可能都不穩定 但這一刻我是多享受 個人成長 我覺得非常多 剛巧 昨晚在Facebook才看 一篇文說 其實個人成長 不是說你 走過多少天 或者幾年 而是說你每天過的密度 例如你今天 如果你睡得很晚 然後你做了一件事 再睡覺 其實你每天只是一件事 但是可能 我這三年的生活 每天都做很多事情 嗯 那我很認同這一句 這三年的生活 密度是非常強的 那我覺得 半知而來的成長是很多 那各方面 那 大概是這樣 塞 我想遲些我就會知道 我覺得是有的 但是現在應該是沒有那麼快 沒有那麼快 體驗到 但我肯定有的 都很欣賞Rubio 作為一個老闆 都很親力親為 亦都很勇於去探險 令到有這個商業的誕生 其實也有人說過 這個世界就好像一個圖書館 那樣 你可以很快地走 可以看到很多 很林郎本目的書名 但是 當你 真的去打開一本書 去看 就好像你搞這個深度油 這個business 那樣 就是讓人真的去看真點 如果這本書裡面是說什麼 那相信 對你自己的個人成長 或者參加者的個人成長 來說其實也是很大的幫助 那 今天很感謝Rubio 那跟我們聊了那麼多